好 一起來關注天氣資訊 昨天中秋夜天氣還不錯 但今天北台灣已經開始出現變化了 雷達會步驟上面您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梅花颱風 而目前它的微微環流 已經帶來了一波又一波的水氣 氣象局已經針對了新北的山區 發布了豪雨特報 就在過去的一個小時 新北烏雷的山區 已經是食雨量達到了65毫米 相當的驚人 另外包括整個北台灣 包括基隆北海岸 台北 新北 桃園山區 宜蘭 都是發布了大雨特報 要提醒您會有瞬間大雨 或是強震風出現 接著帶您來看到這個颱風 梅花颱風目前是中度颱風 而它的路徑持續朝北北溪來前進 它的時速其實相當的慢 所以代表說影響台灣的時間 也會比較久 影響最劇烈的時間 就落在明天週一的下半天 還有週二一整天 要到週三之後 我們才會脫離它的影響 目前它的七級風暴風 半徑是150公里跟昨天差不多 但是也要提醒您 現在還是不排除會發布 陸上颱風警報 主要的變數就在於 它目前走得相當的慢 它的引導氣流不足 所以它現在滯留在這邊的話 它如果稍微往西便宜一點點 或是說它再稍微變胖一點點 很有可能觸到 這個暴風間觸到陸地的話 就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不過我們說到這個降雨的熱區 在哪邊呢 帶您來看 您可以看到今天包括是整個北台灣都還出現雨勢 而到了明天更擴大了 包括整個台中以北雨勢都會比較強烈 還有整個全台的山區也都要特別注意 最後氣象小叮嚀就要提醒您了 正今天是明天後天還是不排除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要謹慎防台 另外北台灣防大雨 還有今天的雲嘉南空氣品質比較差 外出要特別注意 以上是今天的氣象資訊提供給您了